啊! 等一下!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鼎鼎到巴拉基雷夫的東方幻想曲 OMG 此時你們應該要感覺到不團而立 為什麼這首這麼恐怖 是因為這也是很多人喬碗 你要知道如果你在網路上面打 鋼琴十大難曲 什麼全世界什麼 就那種很聳動的字眼 這一首絕對在所有人心目中 都是十大難曲之一 當然我是覺得呢 全世界最難的十首鋼琴曲 這種東西是真的有點荒謬啦 因為所有的學古典音樂的人 可能都會覺得 沒有什麼叫最難 什麼全世界最難 因為對每個人來講 曲子的難度都是不同的 有些人可能覺得 我很不會彈快速音曲 有些人可能覺得我很不會彈和弦 那所以每個人覺得都不一樣 可是十大難曲這種東西呢 我還是覺得 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至少讓那些 比較不是古典音樂圈的人 裡面可以稍微快速的理解一下 古典音樂的難曲是什麼樣子 那首先我們就先進一個小故事 讓大家了解一下這一首作品 巴拉基雷夫生於1837年 死於1910年 是一位俄羅斯鋼琴演奏家 指揮家以及作曲家 也是俄國五人族的創辦人 以積極推動俄羅斯民族音樂而聞名 而伊斯拉美東方幻想曲 這首作品完成於1869年 獻給鋼琴家魯賓斯坦 創作詞曲的靈感是巴拉基雷夫去高加索旅行時 接觸到來自土耳其伊斯蘭民族的音樂 便寫出了這首帶有濃厚民族風味的東方幻想曲 而此曲《技巧之艱深》 被後世人認為是史上最艱難的鋼琴作品之一 聽說連巴拉基雷夫本人都不會彈 魯賓斯坦則是到了1870年才公開演奏這首作品 既然被譽為史上最艱難的鋼琴作品之一 到底江老師10分鐘能練出什麼呢 就讓我們來看看吧 跟這首曲子一共我找到的普世26面 我覺得自己很好笑啊 因為我幹嘛唸那麼多面 根本就只要唸第一面就好 因為我根本就彈不出來 請你們看一下這個普 它是不是莫姿打翻在補上的 這一首曲子被譽為是非常非常非常炫氣 它結合了各種不可思議的技巧 廢話太多 來我們現在就來開始進入練習的部分 計時開始 先到這裡 有點卡卡的一個步伐 它其實要聽起來是非常快 其實呢我因為試圖有點厲害 然後我又可以就是 它那個音的形狀 可以很快的騙大家一下有那種感覺 所以我現在先假裝自己會彈 其實彈一大堆抽音的版本給大家看 好像沒有辦法掩飾 然後東西聽起來就是一坨 先練一個小節就好了不要多 不要彈 小節 等一下 我好裝喔 因為它是重複印 然後會黏住 我跟你說我這個鋼琴 它真的是一個年脈的 頭肌上 這盤彈真的很慢 而且它的機械其實已經出了很多問題 我知道大家都一直在說 鋼琴怎麼樣 鋼琴怎麼樣 我會盡快調整 前面這邊主要就是用 左手是主旋律 然後呢 右手是那些重複的小音符 這樣子 然後去點綴起來 在開頭這八小結是 全曲最簡單之處 因為接下來全部就要來了 所以我現在只是在練它最簡單的地方 好啦我現在往下一點 我現在往下一點 讓你們聽一下 念到剛開始那個旋律的 然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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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聽喔 好聽喔 好好聽喔 雖然彈得很爛 雖然彈得很爛 喔 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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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聽 真好聽 直接剩幾分鐘 喔 怎麼可能 你說剩三分二十秒嗎 喔 喔 喔 嗯 認真 我這邊聽喔 我這邊聽好像拉素軸 其實弦得很好聽 太多 太多雙聲 好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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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讓人家聽到那個主旋律 然後被中間的蓋掉 因為它中間的東西 還是要有一點存在感 它才會聽起來有一種 東方神秘感 是不是 時間到了 還沒還沒 還沒 一分鐘不要跟我講話 沒有人跟我講話 就在那裡 啊 十分鐘練什麼 這個企劃可能會改成 也會改成 一百分鐘練什麼 十分鐘 十分鐘能練什麼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成果展演 好 喔 這是 太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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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音樂 就到這裡 我覺得好可惜喔 音樂音樂 這這這這這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很不會的技巧還包含了一個雙三 就是 雙三這個技術齁是 你在各個合聲轉換各個音程轉換之間 你要非常熟悉那個鋼琴的角度 黑鍵白鍵黑鍵白鍵喔 升降升降然後進退兩難這種感覺 就是 感覺是手要去拿握壽司這樣 握壽司是這樣拿嗎 可能因為Eric他比較喜歡吃壽司 我最喜歡人家握什麼你知道嗎 握壽司 我覺得我再一次會更好 讓我再一次喔 然後... 行 聽到滋在欸 來 實在畫住 蹲得很好 在除牌下面 這個 encontramos 裡 但是其實真的我覺得它有很多的細節跟它的技巧之處呢 在時鐘之內是完全沒有辦法掌握的 那至不至於擔當就是全世界十大男曲之一呢 我覺得這是肯定的 因為其實呢我只是在前面的皮毛 你知道後面已經就是 好辣喔 我又好辣喔 我隨便四伏的地方喔 我是這次的音嗎 它一直擴張耶 這樣這一些東西全部都是 目前為止都是用同一個主題 然後在各種不同的音型上面做變化 如果你是屬於那種相當喜歡挑戰自己鋼琴技術的人 在這一首裡面你可能可以得到非常大的發揮 因為它有各種不同種音型的技巧需要你去面對 然後曲子又很好聽 然後聽起來又很帥 而且